我们来看一下到底 民进党为什么要追杀算计 尽管高宏安现在已经选上了 继续追杀 不放过高宏安 这一局水很深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个案子 高宏安新竹市长当选人 现在在检察官漏页征讯之后 改为真字案 现在是60万元交保 那包含他的李中廷 吴宝请回 陈幻宇主任10万元交保 王宇文前官组长是10万元交保 但是水很深 很多人说这一题已经不是法律题了 而是政治题 宏廷议员你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你要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摆明起来看起来名指的是针对高宏安 实际上是针对整个民众党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其实最大的原因在于 你要想想看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是司法的专业 可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所有的法律都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底线 所有的法律都会形成一个判例 所以我想请问民进党 我们之前做了反渗透法 做了国安法 然后希望说让不实消息 假消息 假讯息 或违反国安的这部分 要给民众看到一个标准 那个标准在哪里 你不提我都忘记当时候 林伟峰没有被判 林伟峰也没有被搜索 然后你看我以一个路人的角色来看好了 比高红安这件事情更值得搜索的有什么 多的来新竹棒球场 桃园的公共建设 桃园的金发局长岔谷土地 开88枪的人 送放洗钱的那个法官 这些人难道都不值得搜索吗 结果今天最妙的事情是 你看剪掉第一时间先搜高红安 那我觉得我对司法没有任何的评断 在任何的法律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我们都做无罪推定 所以我们单纯的就新闻所录出来的状况 我们来分析两件事 高红安这件 高红安的事情其实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看到民众党在法律的 这个素养上面可能出了一个蛮大的问题 所以过去他们一直有人在新闻上面讲说 他们的不分区立法委员 然后要缴所谓的职务捐 而从新闻上的感觉起来 高红安是拿了所谓他的助理和他男朋友 李中庭的这笔账 去付民众党的职务捐 如果这件事情成立的话 其实坦白讲跟我自己 我在大安文山选区 我们之前有一位被解职的议员叫林颖梦 他拿助理费去付什么 一样是付给他男朋友的公关公司 然后去付所谓公关公司的费用 如果这件事情检举跟事实相对成立的时候 那高红安跟民众党可能会有灭党的危险 因为确实你不能够拿直接的助理费 直接的转去做所谓的这个 付职务捐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他的一个重点 如果这件事情成立你可以看得到 我刚讲了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成立的话 不只是高红安 民众党的每一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可能都会出现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次的动作这么大这么快 我个人解读就说 这真的是针对整个民众党的压制 那为什么民进党要选择 假设啦 假设司法它是真的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的 which我认为是 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强调一件事 我一直针对检调没有去追查林伟峰 这个骂蔡英文 假冒中共骂蔡英文的这个人 他只说他就是假冒的 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认为他某种程度 他只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所以如果假设民进党真的有影响力 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他知道2024能够让他连任的最大冠军是什么 是民众党的态度 所以我要用这整件事情来跟民众党去做一个相对应的处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吴子佳又讲说 你必须高豪安你必须要赶快 你赶快把新竹的事情擦得水落石出 然后双方来做一个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竞争嘛 公开透明就是自己最好的保护伞 那第二个高豪安的问题其实在于就是立法院在这一届里面 终于通过了助理有加班费这件事 其实我们台北市议员我们一直在帮我们的助理们争取 可是我们的助理现在还没有 那这笔加班费能不能够被请领 然后去做公积金 这个就是他跟他们的办公室的这些人员 他们必须要去做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 高豪安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整个政党都一样的标准 那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助理费能不能去缴职物捐 第二个事情是助理的加班费这个事件 看起来只有他的办公室有 所以高豪安现在同时面临这两个案子 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 你检掉今天又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去做搜索 那而且还兵分八路 我实在搞不懂这种事情 我们最常讲一件事 你看我在讲林芝妙的案子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当初你去搜索一个县长 搜了第一次 然后你居然还去县长官邸搜第二次 我就想请问检掉 这不是郑州的动作这是什么 你觉得第二次去搜同一个地方 能够搜到些什么东西 那这一次我也想问 你这一次兵分八路 你到底要搜什么 其实这个案件很单纯 这个案件就是检举人所提供的文件 跟整个办公室实际的文件 对应起来是不是事实 如果检举人讲的东西是事实 然后我们所收到的这样的一个资料 是事实 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成立了 所以在调查的结果当中 有必要到兵分八路 有必要到这么大的这个动作吗 我认为这个部分政治动作还是大于实质 因为这个案件很清楚 你直接把检举人的事实 跟真正的真实对应起来 这个事情就有结果了 所以我也希望检掉你既然用这么大的动作 去做这件事情 那表示什么 这件事情一对起来就知道有错没错了 所以你应该要马上有一个结论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如果他没有马上有结论 我根本认为 这就是在他就职之前的一个政治操作 一个正式的对民众党的喊话 告诉你说 你2024要站在哪一个位置上 你们自己搞清楚 我现在查到了 我要不要再往下一步那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一个折冲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像 谁先找到更大的证据 直求对决了 现在时间一分一秒再走 连沈富雄就说了 这种大军压境事 兵分八路的这种搜索 好 沈富雄自己也说了 政治意味很浓嘛 甚至那个钥匙林世锋认为 这个是不是在霸凌啊 永明姐 就说这个事件之所以 引发这么多的政治讨论 甚至我真的必须说 那个不晓得是哪一位人士 但是跑去北俭身上民进党旗 我也要觉得他真的做得很妙 因为就真的打脸这个北俭 就说你到底是不是民进党家开的 为什么大家会引发群众的这么大的愤怒 大家并不是认为说高宏安百分之百没问题或清白 事实上我也认同这个宏庭讲法 如果我们就过去累积的非常多的民意代表 涉及的这个助理费案的各种形态 其实高宏安有点问题的机会是很大的 但是问题是正因为我们全台湾 这个处理各个民意代表 从立法委员到县市议员的助理费案 已经累积了没有上百件 也有好几十件吧 哪一次看过检调这么不成比例的 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重大的 类似什么沿途犯或者是什么叛乱犯一样 需要兵分八路的去围剿 连高宏安的爸爸妈妈家什么内湖家都被搜索 这你是不是太离谱太过头了 尤其是我再次的讲 办民意代表助理费案 现在全台湾过去十年来办了非常多案件 常常都是判决出来了 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议员有被案 有被去问有事情 原来那个委员有问题 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在过程中哪里有 不会这么大动作来报媒体 那我们再讲 虽然说民进党 大家如果看绿色媒体 一定被他们恐吓 说这个多严重 这个什么贪污自罪条例 什么七年以上有重罪什么的 事实上大家再去看一下这个案子 绝大部分呢 不要说判七年了啦 好些连服刑都不必 有一些你事前特别跟检察官 如果你发现有所错误 你就去跟他认错 你还会被还起诉 对不对 他认为你有事的金额 你就把他找回去 你就没有事啦 对不对 那有些也可能对高宏来讲 确实他比较麻烦的是 如果他一旦有点事 他被耻夺公权 那确实他的市长可能会做不下去 可是那也不是现在啊 对不对 那也是你要经过一个 合理合法的程序 慢慢办 而且你还要办到 不管是检察官的程度 你还要办到一审判决出来 那现在呢 就用这么大的阵仗 把大家引导到说什么 他25号能不能去宣誓就职啦 甚至好热烈的在讨论说 新竹市什么时候要补选啦 你说这些操作不是政治 难道你认为民众都是白痴吗 那这种状况 拿大炮打小鸟 不符合比例原则的结果 就让大家怀疑说 你背后政治动机是什么嘛 因为我们大家会觉得 这么离奇是说 第一个你民进党选举这么厉害 你也不是政治的笨瓜 你经常操作政治的手段 比我们蓝营的跟反对阵营的人 都厉害这么多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现在用这种方式处理高宏安 你会严重的伤害 吴怡农的选情呢 现在你用这么夸张的方式 你激怒了支持高宏安的年轻选民 大家都觉得你是恶整他 你是故意要政治迫害他 你对于吴怡农那些支持者 难道没有联动吗 那些人不会对你民进党更进一步的痛恨讨厌加失望 而不肯出来投票吗 就说我对于民进党说实在的 当然背后现在大家有很多政治揣测 可是我再讲一遍 高宏安的事情司法可不可以处理 可以处理 应不应该处理也应该处理 因为这个是属于公诉的问题 他躺不住 可是能不能用这种不符比例原则方式处理 不行 因为否则如果我们用同等的标准 如果民进党不是这么恶劣的双标党 绿能你不能的情况下我就直接讲 现在的郑文燦 他桃园市市长还没有下来 桃园市在选前被国民党爆料 拿到什么 拿到他非法的炒作土地的一个录音带的证据 还在农会里面的录音 那个部分也立刻送交减调 现在这个案子也在处理 然后国民党的当选的议员 也有要去作证的 那你为什么郑文燦 你先不兵分八路去查扣证据 对 现在检调说因为高宏安马上要离开立委 他怕他灭政啊 怕他们串供 那郑文燦灭政串供才严重呢 我拜托检调你睁开眼睛好不好 你知道郑文燦的市政府现在在干什么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牵刺 其实也不会是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